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见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 今天晚上的题目 文章的题目是爱 圣经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给出答案 关于爱的教导 有人曾经问耶稣 哪一条诫命排位第一 耶稣回答他说 排在所有诫命之首的是 以色列你要听清 上帝我主 上帝是唯一 你们要用你们全部的心 全部的灵 全部的意念 全部的力量去爱上帝你们的主 这是第一诫命 而第二条类似的是这样的 你们要像爱自己一样 爱你们的邻人 没有其他诫命比这些更重要 路加福音十章22到27节 超越一切 可见关于爱主和爱灵人的诫命是最重要的 其他诫命都没有这两条重要 耶稣甚至说 这两条诫命是所有律法和众先知的总纲 马太福音22章40节 事实上 这一教导在圣经之中随处可见 彼得写道 最要紧的是你们中间要有热忱的爱 彼得前书4章8节 保罗也说 在这一切之外要穿上爱 哥罗七书3章14节 我们不要欠人任何东西 却要彼此相爱 罗马书13章8节 在圣经中我们会一再发现 爱被放在第一位超过任何其他 例如爱被称为比其他天赋或能力都更优秀 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 现在长存的有信心盼望爱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爱的律法被称为至尊的律法 亚格书2章8节 我们是蒙了神的教导 贴萨罗尼加前书 4章9节 我们被要求把爱作为首要目标 哥林多前书14章1节 在爱里有根有基 以佛所述3章17节 这些关于爱的律法如此重要 上帝要求我们把它铭刻心中 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生命纪6章6到7节 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带着爱去做 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 对抗邪恶的力量 有很多很好的原因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把爱放在首位 一个原因是 爱具有胜过邪恶的力量 保罗罗写道 你不要被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 罗马书12章21节 一个真正爱主 爱邻人的人 会挺身而出 战胜对抗主 或者伤害邻人的邪恶 例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人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不合一的事 不求他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较人的恶 不以罪恶为乐 只以真理为乐 格林多前书13章4到6节 因为爱与行邪恶之时 背道而驰 爱履行对抗邪恶的全部律法 不要欠人任何东西 只要彼此相爱 因为爱他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要奸淫 不要杀人 不要偷盗 不要做假见证 不要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你的邻居 如同爱己 如同自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对他的邻居作恶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罗马书13章8到10节 因为爱带领我们离开邪恶 爱也带来宽容 耶稣曾提到一位妇人 他的许多罪都被原谅了 因为他爱得多 路加福音7章47节 耶稣还说 有怜悯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怜悯 马太福音5章7节 耐心的爱 爱也带来耐心 爱是恒久忍耐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爱永不止息 格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 亚哥深爱拉结 还愿为了能够跟他结婚 而给他的父亲做了七年长工 亚哥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 因为他深爱拉结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创世纪》29章20节 因爱重生 另一个证明爱超越一切的原因是 人通过爱得重生 彼得描述重生的过程 既通过灵 顺从了真理 结晶了自己的魂 以致真实的爱弟兄 彼得前书1章22节 约翰表达的更简单 凡爱的都是从神而生 约翰一书4章7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3章14节 但我们爱弟兄就得重生 因为此时我们更像主 耶稣要求我们爱弟兄 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约翰福音13章34节 15章12节 当我们以耶稣那样的爱 对待所有人 我们就可以作为他的儿女重生 基督徒何时是一个基督徒 由于排在主的所有诫命首位的 是爱主以及爱邻人 标志一个基督徒的主要印记 就是他对他人的爱 耶稣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13章35节 我们被一次次的要求 用对弟兄的爱多寡 来评判自己 我们的爱不要只在语言和舌头上 但要在行为和真理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确信 约翰一书三章18到19节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益完全了 约翰一书四章12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不爱他弟兄的 仍住在死中 约翰一书三章14节 行善的是属神的 行恶的从未见过神 约翰三书11章 约翰三书只有一章 11节 对不起 信与爱 有些人认为信比爱重要 有些人担心一个基督徒 是否有正确的信仰 过多担心他怎样生活 怎样爱 当然信是重要的 一个不信主的人 怎么会爱主 没有诚信 怎么能去爱 在新约中 这两样常常手拉手 想一想多次 我们会看到像信与爱 这样的表达 提摩太前书 一章14节 我们主的恩典 随着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在我身上越发增加 二章15节 然而女人 要是常常存住信心 爱心 圣洁自律 她在生育的事上 必定得救 四章12节 不要叫人小看 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和纯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六章11节 但你这属神的人 应该逃避这些事 要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和温柔 提摩太后书 一章13节 你要靠住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常常坚守 从我这里听过的话 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 提摩太后书 二章22节 你应当逃避 年轻人的私欲 要和那些 以清洁的心 求告主的人 一同追求公义 信心 爱心 提摩太 提多书 二章二节 劝年老的男人 要有节制 庄重 自律 在信心 爱心 忍耐上 都要健全 信不能独自起作用 只有信 人不能得救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 亚格书 二章14节 17节 诸魔鬼 也信主 并且战精 亚格书 二章19节 没有爱 你有多少信心 都没有用 我若有说预言的礼物 应该是恩赐 也明白所有的奥秘 所有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心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哥林多前书 十四 十三章二节 敬拜 敬拜 与爱 敬拜 和典礼 离开了爱也一无是处 上帝想要人儿 而不是献祭 何西阿淑 六章六节 马太福音 九章十三节 十二章七节 爱比一切 凡祭更好 马太福音 十二章三十三节 比最精心准备的十一奉献更好 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 主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爱怜悯 谦卑地与你的神同行 弥加书六章八节 爱带来信 爱与信不可分开的一个原因是 爱是信的源泉 爱凡事相信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 爱以真理为乐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六节 一个爱他人的人认识神 因神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正性一定是由衷的 罗马书十章十节 因此爱他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中 约翰一书二章九节到十节 以及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爱能拯救 是爱带给人信仰 也是爱带人进天堂 有人为耶稣如何得永生 耶稣的答案是他 需爱主并爱临舍 罗家福音十章二十五节 二十八节 意见马太福音 十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把爱放在第一位的人 耶稣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这就是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现在由书来读 印牧师的点评 谢谢广斌兄 各位亲平安 下面是 comments from Pastor Ian Ean牧师的点评 一 除了上帝 没有人是良善的 在福音书中的 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乃是一个年轻人 据说是个管理者 也一定是个有权柄的人 他跑到了耶稣面前 跪了下来 问主说 良善的老师 我当做什么事 还可以承受永生呢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马可福音的十章 十七到二十二节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这个年轻人在问耶稣 他还能做些什么 怎么才能配得永生呢 他想确定自己所做的足以获得永生 很显然啊 很显然啊 当时的许多人 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都会从自己出发去做善事 希望以此为自己在天堂赢得一席之地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不 和其他人一样 你不可能行良善 唯独上帝能 请注意这里的重点啊 就良善而言 他只能源于上帝 如果我们试图离开上帝去行善 那么我们就是出于自己做的 正因为我们自己是出于自己做的 所以良善也就是善行 就会受到自我之爱的侵蚀 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样做是希望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会使我们感觉良好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希望能得到一点回报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没有更多的帮助他人 比如世界上的穷人和饥饿的人而感到内疚 所有的良善 所有的善事都是来自上帝的 我们需要祈祷的就是上帝使用我们 通过我们行善 从而祝福他人的生命 唯有上帝是良善的 而爱也是如此 刚才我们听到圣经当中许多关于爱的精彩的教导 我们现在说的关于良善的教导 同样适用于爱 你们大家和我都没有办法出于自己去爱 上帝就是爱的本身 除非上帝的爱流入我们所表达的爱当中 否则这些表达的爱将是败坏的 将被私利或者自我提升所玷污 举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我爱住在我家下面的一边的一个四户的居民 但是下面四家四个院子四户居民 如果我爱住在我家下方一侧的四户居民 但是在我所表达的爱当中 却没有对任何有对任何上帝的感激 那么我的爱几乎肯定是为了保持这条街道的宁静生活 或者我希望得到某种回报 除非我对他人的爱里面真正包含了对上帝的爱 否则这种对他人的爱不过是像明的罗 像的靶一样 格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一节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说预言奉你的名 行了许多歧视吗 我就对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法太福七章二十二十三节 这些人自以为行了善 向他人表达了爱 但是他们向他人 行善和表达爱的动机 却是爱自己 三问题 我们如何爱上帝和爱他人呢 我们知道上帝 神性之爱和智慧 更在敲响我们生命的大门 希望我们的所思 所言 所行 都能蒙主的悦纳 请见 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应该如何打开这扇门呢 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答案 就是悔改 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只要与上帝建立了有意义的联系 就会想方设法去行良善 去爱身边的人 但对他人行良善和爱他人 主要的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对他人的爱 而为他人们做各样的善事 一旦我们敞开心门 欢迎上帝进入我们的所思 所想 所言 所行 那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们对他人的每一次爱的表达 都会包含上帝的良知和上帝的爱 是的 是的 一切是如此 再比如 对于那些因悔改 而向上帝的爱和智慧敞开大门的人来说 这种爱和智慧将改变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在登上公共汽车或者下车的时候 对别人微笑 使他们精神振奋 这其中就包含着上帝的爱和智慧啊 准备一餐饭 其中蕴藏着上帝的爱和智慧 开车送孩子上学 尊敬其他的司机 这其中蕴藏着上帝的爱和智慧 与你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坐在一起 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 这其中蕴含着上帝的爱与智慧啊 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木匠 电工 管道工 或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都会有上帝的爱和智慧 即使是轻松愉快的时光 也会有上帝的爱和智慧 因为有上帝的爱和智慧 流入他们的生命 并通过他们关爱他人 照顾孩子 想方设法帮助他人 享受当下的时光 你们大家注意到了吗 耶稣没有对那个来问他 还需要做什么 才能承受永生的年轻人 说 好吧 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情的新的清单 没有 主不需要这样做 一旦你打开了这扇门 你所想 所说 和所做的一切 都会因上帝的爱和智慧 而全部的改变 四 必恶 如罪 这是我们通过 发自内心的悔改 就能做到和实现的 也是关键之所在 真正的爱他人 善待他人 是来自主的 这发生在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谦卑自己 为别人因我们的言行 而蒙福感到喜悦 当我们放下自我和自我利益的时候 我们通过悔改做到了这一点 只要我们现在就有纯真的心 也就是愿意在一切的事情上 接受辱的引导 瑞公写道 主通过纯真 浇灌下人爱 具有多少纯真 决定了能接受多少人爱 这是在蜀天的奥秘当中的 6107节 圣经马拉基书的三章10节当中 有以下的经文 优美地强调了主 对我们生命的浇灌 万君之夜和话说 你们可以试试我 岂不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什么是爱 爱不是为了自己去索取 爱是希望我们身边的人 找到并走在通往上帝和永生的正道上 爱是为他人的幸福而喜乐 爱就是关注能给他人带来祝福和喜乐的事物 瑞公在真正的基督教译书当中的第43节 写到爱有三个部分 他们是一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 二希望与他人团结合一 三为他人的幸福奉献自己 因此由此产生的问题 我是不是真正的爱独立于自己的灵蛇 还是我的爱只是为了我而能从中得到什么 我是不是希望与他们团结合一 这意味着与他们并肩同行 分担他们的挑战 并为他们指明前进的道路 我是不是真诚的 把子内心的致力于他们的幸福呢 正如师徒保罗所敦促的要追求爱心 也要渴慕属灵的恩赐 这是在多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一节 包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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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节 我的小孩子们 我们的爱 只要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但要在行为和真理上 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 愿主的爱 在我们大家心中与日俱增 愿我们每天都能汲取这份爱 并在与周围不同的人的交往当中 表达出来 愿主永远祝福和保守你们大家 伊恩牧师 Passed in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comment Great Great Wow So wonderful So clear and a touch Thank you Sean Thank you Pastor Yi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Guang Thank you Yin Yes That's wonderful Wonderful Lovely Is Lynn Can I just Yeah OK Thank you Lynn I chatted with Martin earlier today Sure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just between us Give some examples From Old and New Testament Examples of people Showing love for each other And Lynn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look at The book of Job Which comes just before The book of Psalms The book of Job Mm-hmm Yepo Oh And it's Chapter 2 Lynn Chapter 2 Yes Do you know the story of Job Lynn Yeah The This man who had such a lot of misfortune Yeah that's right And he has friends who are not very helpful Except at first Particularly at first They felt very deeply for him And it's that part of it Which I just wondered if you would read Because there's a lovely feeling of Of care And concern That comes In these few verses That I wondered if you would read It's As I said It's Job chapter 2 And it's 11 to 13 Would you just explain In Chinese The background Thanks Lynn Yeah Yeah definitely Yeah Thank you Yin Thank you Martin Gang tai Yin So that Hasho M Ma丁哈 Hasho 他们两个商量一下 So今天呢 就是 我们呢 利用这个 剩下这个 这一点时间 Hasho Hasho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旧约当中 Hasho Hasho 人们是怎么样 互相 Hasho Hasho 关爱 Hasho 还有主 是怎样 Hasho 关爱 Hasho Hasho 这个人民的 Hasho 我们 首先呢 要看这个 Hasho 约伯纪 人伊利法 舒雅人 比勒达 Namma人 索法 听到 这一切 降在他身上的灾祸 就各从自己的地方出发 相约而来 对他表示同情 安慰他 他们从远处 举目 观望 竟认不出他来 他们就放声大哭 各自撕裂外包 向天扬起尘土 落在自己头上 他们就七天七夜 与他在一起 坐在地上 没有人向他说一句话 因为 他们看出 他极其痛苦 Thank you Ian 请不吝点赞 with many other words he warned them and he pleaded with them save yourself from this corrupt generation those who accepted his message were baptized and about three thousand were added to their number that day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s and to the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and many wonders and miraculous signs were done by the apostles all the believers were together and had everything in common selling their possessions and goods they gave to anyone as he had need every day they continued to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courts they broke bread in their homes and ate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praising god and enjoying the favor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number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this is about uh the experience which we call the pentecostal experience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how god um came into their whole lives and not into not just into their uh church but into their homes and into their sharing um and how as a result of them uh bringing god into their whole lives um others became uh attracted to them and um uh the lord did a great work in their midst yeah great can you remind me it's acts chapter two chapter two yeah let me tell me 刚才那个 verses 40 to 47 40 to 47 yeah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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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 刚才那个 Martin呢 他念的是这个 《使徒行传》 第二章 第四十节到四十七节 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了 就是他们那个 讲这个 林的林派的他们经常用的这一段哈 彼得用 还用许多别的话 郑重作证 并且劝勉他们说 你们应当就自己 脱难 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于是接受他的话都受了喜 那一天 门徒增加了三千人 约三千人 他们横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相通 掰饼 祈祷 使徒行了许多 歧视成绩 众人 就都怯怕 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 繁雅 繁物 公用 并且 变卖 产业和财物 按照个人的需要 分给他们 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 红切地聚集 一家一家的 好像叫掰饼吧 就是那个 分着 可能是分享的食物 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 又赞美神 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 总将得救的人 天天 加给 教会 这就是形容 当时的人们 在圣灵的召唤下 怎么样在一起 互相 相爱 和互相帮助 为了一个 共同的主 的目标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Martin Thank you Lynn there's just one other this is the third one and this is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eaching of Jesus and it's about love and I wondered if you would find it in Luke's gospel chapter 6 that's Luke chapter 6 from verse 27 to verse 36 it's a little bit long but as soon as you start reading it you'll know why we've chosen it for tonight because this is about when love is difficult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love people but here's Jesus telling us how to love people when we'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do so Thanks, Lynn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Ian 刚才Yin呢 又把我们带到了 陆家福音第六章 第27节到第36节 Yin讲的就是说 这一段呢 可能对我们来说 都是比较挑战的 而且就是在怎么样 困难的情况下 怎么去爱他人 从27节开始 只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 当爱你们的仇敌 善待 当爱你们的仇敌 善待恨你们的人 诅咒你们的 要为他们祝福 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们祷告 有人打你一边的脸 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 有人拿你的外衣 别内衣也让他拿去 向你求的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不要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 人怎样待你 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 如果 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那有什么好处呢 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如果只善待那些 善待你们的人 那有什么好处呢 罪人也会这样行 如果借给人 又指向 又指望向人收回 那有什么好处呢 罪人也借给人 也如数收回 你们 要爱仇敌 善待他们 借出去 不要指望偿还 你们的 赏赐就大了 你们也必做 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神自己也宽待 忘恩 忘恩的和恶人 你们要仁慈 像你们的 负仁慈一样 你们不要判断人 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必定罪 要饶恕人 就必猛饶恕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difficult yeah that's all about like I said how to love people you don't really find it easy to love no Lynn you can choose to start it but I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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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ing you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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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come to them through through this subject that we've been studying tonight this subject of love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does anybody want to I hope there is we hope there is Martin's here we hope as well that people feel totally free to to ask questions as well so first thing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was very special that was part of the study tonight secondly um is there something I hope there'll be some questions or questions thanks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yin yin 刚才讲 现在剩下 视频中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另外呢 你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想分享的 也非常欢迎 在这个里面 就是关于爱 今天这个主题 你有什么特别的 想分享的 或者是 你有什么问题 现在都可以提出来 请大家抓紧时间 be shy don't shy don't be shy 不要不好意思 小音来了吗 小音上次说 好像 小音今天 今天到香港出差去了 他跟我说 他现在来不了 那小音没来 大家是有问题 那我就 大家不讲的 小音问 thank you yin and martin so it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today 今天呢 广斌在读前面 这个圣经如何说 这个爱的时候 我的这个 question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以前 都是悔改 得重生 然后今天呢 他就提到了 有了真正的这些 第一位的爱 才能得重生 所以我就在想 这里面的关系 是什么 后来 yin呢 就从他的解说里面 就讲了这一个 悔改重生 和爱 和重生 我想 想再听听 yin和 martin 着重来解释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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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小音 小音's question is that last time when we look at repentance and it says that our regeneration or rebirth depending on the repentance so repentance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and today we talk about love we need us to regeneration or rebirth and she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repentance and regeneration i'll let lynn i'll let martin start i'll let martin start okay well the writings tell us that there is three repentance reformation and regeneration and we can look at this quite simply with respect to love that repentance brings us to god but does not bring god into us it is it is the process of reformation that brings god into us and the reason that brings god into us is because the process of reformation is hard it's hard work it's loving like the love that we have just read it's the desire to do those deeds first of ourself but then in time as we persist the lord will come and fill those deeds with himself and that that process then of reformation must be done with love if it's not done with love it will be too hard for us and we will give up and it's of course our love for others and our love for god but that reformation really reformation means changing ourselves to a place where it's like god building us into a temple for him to dwell in that is the process of reformation and then he can come and dwell in us in regeneration and in that process of regeneration then having done the hard work he then comes in and begins to help us and make the work not so hard thanks thank you i may ask you more questions but i'll translate first spinning 刚才 Martin 讲 回改 主要的 目的是 把我们 带到 上帝 面前 主面前 并不是呢 就是说主呢 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呢 reformation 三个事情 就是repentance 就是这个悔改 还有一个呢 就是reformation 那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后最后一个是regeneration 那就是重生 所以这个悔改呢 是就是说 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去 然后呢 这个改变生命呢 或者改造呢 是这个主呢 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这确实是非常 非常这个困难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重新就是改造自己嘛 所以呢 这个是必须主来做 主呢 是用他的这个爱 用他的爱来这个浇灌我们 我们才能够就是说 达到这个改变人生的 这个这个目的 或者是才能做形出来 就是这意思 要否则的话是太 太对我们来说是太那什么了 太这个 太困难了 所以所以呢 这个然后就是说 这个重生 他当然就是这个过程 最后啊 结束的就是重生 这是刚才这个 Martin的解释 小姨你觉得 谢谢 这个补充的相当相当好 对我很重要 Martin你看 这个谁啊 这个亚哥问了个问题 你给问一下牧师 诗篇中出现的希腊 表达什么情感和思维 请问牧师 那个希腊的英文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哎呦我的天哪 我先代言一下 想不想 等一下 那个 希腊还是什么 什么 希腊是个人名 好像 希腊是一个 对不起 我还在说 在Song里面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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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一下 表达什么情感和思维 那个 不知道雅哥能不能说一下 希腊 你 真的是 是在诗篇哪个 哪个 等一下 我看我现在找着 我找着 OK OK 有一个博客 有一个为佳教 世俊 OK help 好 一些 Song 是 Song 在那úp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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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n the psalm there is a sailor and um what the expression of a sailor means don't forget the psalms were the song book for the temple yeah so they sang a lot of them and in some of the psalms you can see there is response like for example psalm 103 or 104 you can see there's response going on now if you can keep it in your head that this is a song book and sila means pause don't keep singing pause oh pause that means a short stop yes just just momentarily but it's it's an indication uh for people who are singing okay just indication people are seeing as yes as an act okay so that does not relate to any emotion or thinking no no i don't that's as much as i know lynn about um about sila uh that it that it indicates to do with its use in the temple yeah as as part of their chanting well they used to chant they call it chant rather than sing but yeah sometimes you had a lead singer and then you would have a choir and they would yeah yes as we do today sometim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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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all right uh that um uh uh yeah d uh uh 他有一定的节奏啊 也有一定的这个 pose就是 好像这个 修指幅 就音乐当中的修指幅 修指幅啊 或者是节顿啊 或者是节拍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 过去的这种 唱呢 就是有点像我们 就是说传统的那种的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 合唱团啊 然后有人在带着这样唱 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教会 一般的就是有人带 咱们就大家一起唱啊 就那样的 他是主要是 唱歌的这个 这里面的一个行为 跟那个情感和思维 没什么太大关系 Yagun Jason Thank you Thank you Lynn Thank you for that Thank you It's 10 to 8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leave to have a rest Thank you I will lead a prayer Yes OK Martin I will lead My prayer is in Chinese OK Sorry 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我们 一牧师需要去休息 他在这两天一直在医院 我们天生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大家 每一周都能来到你的面前 在我们的一牧师 还有我们的Martin牧师的 这个陪伴下 让我们今天讨论 学习这篇极为重要的话题 爱 主啊 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 我们发现 真的 实实在在的 爱 只能来自于你 我们自己 真的没有爱 要爱起来 是何等的困难 即使有那么一点的爱 常常也实际上是为了自己 这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千真万确 实实在在地描述了出来了 我们人 在爱上的无能 和有限 主啊 我们学到这样的道理 我们知道 真正的爱只能来自于你 求你 把你的主天的爱 时时刻刻的 不间断的 教过我们 否则我们真的 没有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把这样的真深刻的道理 对我们人性里面的缺陷 有限 让我们明明白白的看到 让我们知道 爱只能来自于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四季 我们这样的 宝贵的粮食意有 让他们能够陪伴我们 尤其是我们的 一目是 在他艰难 困苦的状态下 身体如体的 似的孱弱 还一直全心全意地 在陪伴着我们来学习 给我们写 这样的 珍贵的点评 主啊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恳求你 一如既往地带领他 让他的身体 能够平平安安 想想和和 让他的病痛 能尽量地减少 让他的心灵 让他的智慧 每天都在 丰丰满满 蒙你的恩典 蒙你的执意 蒙你的看顾 祝我们感谢你 祷告 奉你大爱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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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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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artin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ooking forward to catch up soon yes yes thanks ok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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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带大家继续来 讨论 希望大家 有一个发言 广斌 我可以说两只吗 说啊 说啊 行 行 我叫许平 首先啊 我要特别感谢你 因为我是非常 享受你发的一些文章啊 而且非常享受你的讲道 这是我要感谢你 然后 非常感谢 谢谢 我跟小英 是我们留学时候的同学 亚历山大学留学时候的同学 然后又 在湾区打工的时候 又做过同事 也是因为小英 和他的先生 炯哥 把我引进 引入教会的 我并不是在美国受洗的 我是 2016年8月14号受洗的 然后就一直 在 我们过去叫杨普堂 后来叫童心堂 就一直在小英和他丈夫 那个 童哥 就是带领了一些 一个教会 传统教会嘛 就是 四五十个那样子的规模了 后来也跟着小英 坚定地跟着小英 开始读那个 瑞公的 著作 我读的因为 说实话 第一 我圣经也读的不是很 很那个 我自己都很惭愧 圣经也不是读得很通透 然后开始 然后现在又开始读 瑞公的 我其实 其实从四月初才开始 我今天 我都差点忍不住 要给小英留言的 本来 因为她是在香港 后来 后来我想 因为 你想 我刚刚从 第一 圣经 圣经读的不是很 很通透 第二 刚刚开始读 瑞公的著作 你知道一开始读 瑞公著作很懵 而且 也不一定是翻译的问题 反正就是好像 咬文觉知的那种 但是 但是就是 咦 就是从 昨天吧 开始 我们昨天 正好教会 有姐妹会 我们一起 在 我们的姐妹会 我们在读 瑞公的 那个 天堂和地域 天堂和地域 然后 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 情况下 我们都是读 读完 就十点钟到 十二点钟 一般都是 十一点半 但是现在读著作 一般都要 早到十二点钟 然后我们姐妹 就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就 聊一些 沟通 在餐桌上 也可以 反正 说什么都行 好 反正就是 从昨天 就 姐妹会以后 我一下子就好像 也不叫顿悟吧 就是一下子 对 对那个 瑞公的 著作啊 什么的 一下子好像就有了 某种程度上的顿悟 然后我今天就盯着 这个天上飘的云啊 这 就好像就 我就看着这个云 看看 看看 我就看见主了呀 你敢相信吗 然后 他不是白人 就是一头的黑发 让我想想啊 就 就特别像 那个废翔 你知道吧 就那么高 那么 那么那个高大的 一米九十几的 然后 他就穿了一个 很散光的 那个袍子 因为 因为 不是小意思 因为 I have very very serious 就 heavy bipolar 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在中国翻译 好像是什么 双向情感障碍 然后 就是 在美国就被 有些电影啊 什么的 都都针对 这类 精神类疾病 都会 有一些 就是 就是他把 这些 bipolar disorder 那个 那个 病 有病的 这个 有 bipolar disorder 之后就 等同一 或者少微比 那个精神分裂 稍微轻一点 因为我都 很难解释 我这个病 因为 大家都用 那个抑郁症 来解释 其实抑郁症当中 下面要分支 不得了的 所以我在美国 也一路 就被治疗的 过程当中 就是 他的药都 从来 第一 他的诊断 一开始 他一开始 诊断 我是 那个 clinical depression 后来 到了 因为 从94年 95 94年 左右 就开始 发这个病了 发这个病 一开始 就是被 诊断 为 就是 clinical depression 后来到 01年 01年 还被 诊断 正确 变成 就是 bipolar disorder 因为你诊断了 其实 其实那个 抑郁症 是一个 大框框 下面有 很多的 细部问题 你到底是 焦虑呢 还是什么 什么 严重的 一些事情 以后 受的打 打击呢 还是什么 什么的 还是 其他 种种类型 你诊断 错的话 其实我就一直 被像 小白鼠一样的 就是 他一滴 他诊断错了 诊断错了 他药就吃了错了 因为精神类型的病 精神类 精神类的药 一定要 特别 我现在跟人家都说 要特别特别谨慎 你不要 抑郁来 抑郁症来 我就去看病了 看病了 如果误诊的话 他给你吃的药 都不对的 知道吧 像比如说 一开始他 在美国 我被审断 那个 clinic depression的话 他药吃错了 等于是吃错药了 我本来 我这个 biprox的说到 没有自杀 清晨了 但是我吃这个药 哎呀 就是天哪 想自杀 就是 所以 这是很恐怖的 所以 但是 后来 因为我跟小英 那么长时间的朋友 等于是我们 1992年年底 就认识了 在美国认识 所以我们差不多几年了 我就数不清楚 anyway 我直到 直到 2016年8月14号 在上海 所以 所以我 但是你一晃也七年了呀 对吧 所以我自己总会觉得 特别惭愧 学 就读圣经读的不是 不是很流利 然后 但是现在 我真的 除了那个 瑞公的著作 一下子 对爱的理解 对自身疾病的理解 对那个 然后因为他 我因为 在美国 住过三次医院 在上海 住过两次医院 都是像 就是no breakdown 那种 就是 然后就 就撞片了 撞片了 其实对我来说 没撞片 因为我 发病的时候 我自己 脑子里有 一个世界在 在运转 所以我会 堆着空气 讲话 或者什么 小英老师说 哎呀 你说不定 就是说 你比我们更 接近 接近你自己的灵魂 你比我们更 好像 接近 后来 我有一次 带小英家 那个 那个 突然我的心 心跳快 然后就 就 就要出 出冷汗 然后说 我见到 炯哥了 我见到炯哥了 我见到炯哥 现在就在我们身边 那小英 说真的啊 他就抱了我 就拥抱了我一下 真的啊 他说 就是 小英的丈夫 炯哥 这几年啊 反正就过 享年 55岁嘛 一年早 是 所以 哎呀 反正 就是今天 我也一下子 那个 不仅对 爱的理解 真理和良善的理解 对灵魂的理解 我一下子 昨天 就从昨天开始 一下子 特别通透 然后就 真的 心里 真的是好像 因为我当中 又经历了 不仅 也是因为这个病 其实真的是 主要原因 就是 我跟我先生 又离婚了嘛 I cannot state your mental illness 最后 筛给我一句 这个话 嗯 结果我 那个 后来我 就是 平良心 说我是很体谅他 因为我发病的时候 他就像没有家的 孩子一样的 就跑到家里 就一个 一个活僵尸 躺在这里 那个 什么也不做 对吧 更不用说 还要带孩子 什么的 他觉得 他就没有家了 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挺理解 反正就是 当中又经历了离婚 然后那一年 从同样 同样 就一开始 就开始分支了嘛 然后又经历了 我父亲去世 哎呀 把我一下子 打到鼓起 然后离婚这件事 前年后后 那么律师 什么搞 我花了五年 才从离婚 离婚的坑里面爬出来 所以但是 我现在 我发现 哎 就是心里 满满的 匆匆满满的 哎 我就觉得 真的 我知道这些 都是 一切都是来源 所以而且 最奇妙的是 我今天就 躺在床上 因为我们前面有两栋高楼 高楼之间就一窄条 那个 也不是太窄了 就是有那么的 反正一枪 但是我看起来就一窄条 这个天空嘛 然后就一片云就飘在上面 然后我就 我就 就在这个云的上面 其实就 next to the cloud 我就见到 主了呀 我真的 就很淡 很淡 很淡 很淡的 但是我自己 因为聚焦了以后 就越看越清晰 越看越清晰 我知道 我正好 我的朋友 我说你看你看你看 他看不出来 所以 他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像 所以 真的 我就觉得 太 瑞公的书 打开了一个 完全 新的视角 新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 然后 真的是 我 我 我现在就好像 突然就觉得 这些著作 读起来就好 好 非常非常的 就 就 就读得很开心呀 就是 读了就 特别开心 一句一句话 尽管有所有句话 要读个 从头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读三遍 但是 但是就 就特别特别好 真的是感谢 求神 求主在里 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可能讲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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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姐妹的分享 我说几句 你说到 你这个双向 情感障碍 Bipolar disorder 我还是 对这个病呢 我还是真 有一些认识 我给学生讲 看的时候 讲过这个 加上我在 昆山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老板 他就是 Bipolar disorder 他到处 到处见了 任何人都讲 我是Bipolar 我看到 在他那 这个Bipolar 是一个荣耀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 非常有名 有一些天才性的人物 是Bipolar 而我这个老板呢 也非常能感 他年 你要知道 在科学界 要在自然 或者科学 这个这两份杂志上 发表一篇文章 就直接就可以 提教授了 他竟然发表了 三十 三十二篇文章 在自然和科学上 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一个月 两个月发表 发表一篇 自然的文章 你看他多厉害 这样的人是Bipolar 所以当你说到 你那个异象的时候 我脑子 在想的是什么呢 一个Bipolar的人 当他出于 这个 一个 这一级的时候 Bipolar就是两级嘛 两个极端化的状态 当他出于 一种正向那个级的时候 非常聪明 非常能战 非常 思维非常敏捷 但出于另外一级的时候 他就光想 光想自杀 非常 世界上 啥都没有希望 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的 是的 你说你说 你看 所以你说你那些印象 我也想到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灵性的这个过程 对于这个在信仰的这个过程 这个往前走的过程 每个人都不一样 差别非常非常大 有的人这个灵性呢 非常 他就提升的非常快 有的人 这个 或者说他 他悟得非常非常快 有的人呢 就要慢一些 所以呢 我想到你这些这些特殊的经历啊 等等等等 和我们肯定 我想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你这个 首先不要聚丧 不要对自己有什么 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希望不高啊 或者是有压运这种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 很有一些 一个是神的恩典 一个是很有很多的机会 千万不要自我设限 或者自我 这个 或者是什么 叫做自暴自信 谢谢 好的 对我会有时候 一到 一到 那个 躺下来 躺平的时候 就特别自飞了 会 然后一到 Malikin 又又特别 哎呀 就简直了 就在 Top of the world 那种感觉 谢谢 感谢主 庞兵 好好好 谢谢 我补充一下 谢谢 谢谢 雪银姐妹 这么坦诚的 跟大家讲理 自己的这个 real 就真正的 这个感觉 就像广兵 刚才说的 上帝 对我们 每个人的召唤 跟我们的交流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 我就 刚才广兵 讲的时候 我就在想到 上次广兵 组织了一个 我们的有一个 Seminar 就是专门 请了一个 在这一方面 业育症方面的 一个 Fellow 他叫 徐 徐生心 然后 结束了以后 我还常跟他 还跟他有 很多的交流 他在讲座的时候 有一点 我非常的 就是 同意 因为我身边 也有 这样的朋友 就是少多年 治疗 用药物 用什么 住院 治疗 都不是很有效 这个 徐 徐生心 他就有 他的理论 就说 药物 治疗 只能 作为辅助 最要紧的 不管是 Bipolar 也好 Depression 他因为 就像刚才 视频说的 有很多 种类 那么 其实 心理的 治疗 是比 任何 比吃药 更重要 那么 就像 相当于 我们 自己 你有 问题的时候 就是 如果 从心理学 角度来讲 那么 找个人 就是 你有 定期的 一个心理 医生 帮你 治疗 还有 其实 我觉得 作为我们 基督徒 最好的 就是每天 祷告的时候 把心放下来 把一切都 交给他 这样我们 就会 减少这些 反反复复的 法病 这是我自己 听做了 以后就算 所以上帝 保佑你 阿们 谢谢 小姨 小姨姐妹 各位 还有什么 要讲的 欢迎 我们的 一辈子都在 做 做人的工作 有一次 有一次 我看 他给人家 打电话 我在他家里面 刚好 他用别的事情 给一个 给一个 一个店 一个店里的 一个 一个 manager 经理 给他打电话 这个 先打通电话 那个人 就 按照这个 澳大利亚人 这个打电话 一般情况下 他都 他都先报 自己的名字 那边人就说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义牧师就 因为那个名字 我记不清了 大概 比如说 Anna吧 对不对 义牧师接到以后 马上就说Anna Oh this is a lovely name 我就想 哎呀 我给别人打电话 从来不会这样讲 首先 有的时候 也会报一下 自己的名字 但是很多情况 不报自己的名字 这个 想到 义牧师 他很容易 一打电话 听到那边 那个名字 首先 首先对这个名字 做一下称赞 今天晚上 我们读到 义牧师的 这个 他的点评的时候 就讲到我们 上公共汽车的时候 给别人一个微笑 陪着孩子 在一块做作业 等等 所有你做的事情里面 都有上帝的爱 和智慧在里面 他那一次 给别人打电话 我就听到那句话 我就心里 哎呀 这个作为一个牧师 也真是不容易 但是 他完完全 完全是 油然而生的这种反应 就非常自然 非常亲切的 向人家表示 哎呀 你这个名字 非常可爱 这个 我还真是 不知道 哪何年何月 能养成这样的习惯 也许这辈子做不到 但是确确实实 这个义牧师的这种 这个非常非常细小的 这小细节 给人一个非常 真是一种 非常好的榜样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小例子 一个感想 因为今天晚上 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这么个题目 他又 在这些事情上 这种小事情 都可以看得出来 谢谢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确确实 真是 他自己就是一个典范 就是他这次 出车祸也是吗 自己伤得那么厉害 那个 那个 救援的来历 第一他就问问 那个 那个 前面就是 撞他的那个车的 那个年轻人怎么样 他特别关心 那个年轻人 对 对 先问人家 人家那个人怎么样 住到 住到医院以后 也是经常的去问 让人家问 那个 他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确确实 真是一个很好的 爱的这个典范 我有个小问题 就是说 印说的 他就是活出爱 真的 活出来的 活出这个 耶稣的生命了 对 谢谢 谢谢许评 姐妹 那个 爱有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爱别人 而不是爱自己 圣经上讲的 不是就是说 Love your neighbor 就是爱你的邻居 像爱自己一样吗 那么就是 我的问题说 就是爱别人 而不是爱自己 那就是说 到底这个应该怎么 尺度应该怎么去掌握 这这个尺度不用掌握的吧 我们 我们做人来说 太 不可能自己去掌握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爱的一个 一个 行为 我觉得这都是来自主 真的 是的 那个 我之所以问这个 就是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是个基督徒 反正 就是说 我从观察来讲 就是说 其实 他也挺善良的 愿意帮别人 但是他总是 就是说 要把这个 就是自己 也不吃亏 就 也得 也得 反正算进去吧 就那样的 我有的时候 我就是 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他的这个 他之所以这样做 他的这个理由呢 他就是说 Love others as self 我首先得 爱我自己 我才能 就去爱别人 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说 有没有谁 能够把这个 更解释的 更好一点 爱人如己对啊 如果不爱自己的人 就不可能爱别人 首先 主说了 爱人如己 就是说 你超不过爱自己 但是 向爱自己 如果把爱自己 给否定了 那叫啥 虚伪 你说这个人 连自己都不爱 我就这样说了 连自己都不爱的人 他会爱别人吗 或者这么说 连父母都不爱的人 他会爱兄弟姐妹吗 不可能的事 OK 我觉得 微波弟兄 微波弟兄 你刚刚说的 我也完全同意 但是我觉得 这是从 属世成来说的 如果属灵成 或者属天成的话 其实你就把自己 交给主 把自己交给主 因为爱 主就是爱本身 你把自己 交给主了以后 你就会火出来 是的 我同意 就是说 实际上 的确是这样 不 的确是这样 当我们做一些 好事的时候 或者说 你做一些 就是说 比较散的事情 甚至呢 你做这个事情 对别人很有利 对自己 并不是太有利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 是一种冲动 或者有的时候 是一种喜悦 就把这些东西 都归给主就行了 不要 往自己身上归 一旦归到自己身上 就有一个啥问题出现 对 我觉得 一归 就是回报 你就想要回报 对 一旦对方 不进行合理的回报的时候 你会能 对 对 对 好吧 对 就是动机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动机的问题 就是说 你真的 就是 对了 对了 是你的意愿问题 对了 对了 对 对 对 林的这个问题 起的相当好 其实 我刚才就在想 就是实际上 今天的学习的重点部分 就是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很容易理解 一直在说 就是 爱主 和爱林人的诫命 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们一直在学 大家都很同意 然后 第二个大点 是就今天我学到的 就是 除了上帝 没有人是良善的 行良善是多么的不容易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每天 做大事 小事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 在行善 不要以为自己 我多良善 我多善心 这个都是没用的 只有从上帝 从上帝 他那流入我们的心里面 所表达出来的爱 才会 才是叫真正的 行算 真正的爱 否则的话 那都是自私的 都是被自私 自我提升 所颠污的 所以这一点 今天 硬把它提到 很高的高度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除非 他就说了 除非 我对他人的爱 真正包含了 对上帝的爱 那我们这个爱 才是有意义的 然后就像刚才 林提的这个问题一样 和时评解说 和那个微博解说 都是 都非常赞同 就是说 自以为行善的 实际上这个行善 动机本身就不对 要不要爱自己呢 当然要爱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 就是上帝创造 那么这些问题上面 今天我觉得 硬讲的 这个重点的东西 我觉得我 我是自己一直在思考 刚才大家讨论 所以那些 主啊主啊的 为什么现在 更弄懂了 为什么主啊主啊 他就觉得我在地上 我每天 每次都去教会 我如何读圣经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实意奉献 怎么怎么好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像广斌 刚才祷告的时候 也说了 实际上 在爱上面 人是多么的 无能为力 是多么的有限 我们是有缺陷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有了 这个 祷告 所以我们在做 我现在 跟我的个 我们有个祷告 就是我们牧师班的一个 祷告学习的班 我觉得我也是 受益 匪浅 就是说 在做大事 小事之前 我们真正的 从心里面 真的要 好好祷告 就是诚心 真心 诚意的去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 就可以让 上帝的神性 自爱 和智慧 流进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我们才可以 真正的去 自己悔改 然后真正的去 饶恕别人 这样的话 我们心门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 按照上帝的旨意 就是说 该做什么 那你去做 这个时候 才是会真正的 行出 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相切 因为我们知道 主通过 就是后面的 今天学的一个大点 就是主通过 神真 浇灌下的人爱 就有多少 神真决定了 接受多少仁爱 所以这个爱 包括 这么多的人爱 这个爱 不是为了自己索取 也不是 就是好像 通往上帝 永生的道路上 哎呀 我们只要爱人 就可以了 这样做起来 真是不容易 那么死功 也总结了三条 刚才那个牧师 讲的非常 就是爱别人 而不是爱自己 你去 跟他人交往的时候 那你要团结别人 你要跟人家 如何处事 这个里面也是一个 通过你生命 行出来 有没有这个 没有行为的 上次我们学习也讲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 是死的 所以我们要 我们如何来 对他人的时候 这个里面都显现出来 我们一个基督徒 自己应该 就说如何来做 实际上也不是 我们自己有多能干 做得多好 真的都是 像刚才 视频姐妹讲的 那些都是 从上帝而来的 那么 只有这样做的时候 你才会 做出来的事情 是为他人的幸福 那么我们 这个生命 才有意义 那么我们要追求的 爱心 我们可慕 属灵的恩赐 就会自然而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显露出 这就是我今天 学习的这个 基点 谢谢大家 就是说 幸运的是 我称这个 太幸运了 就是因为 主在 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他里面 就我们 其实我们 主是在我们里面 就这一点来说 真的就是 感谢主 就是 所主在里 阿们 谢谢 阿们 做得很好 真是 我非常 就是同意 刚才小姨讲的 就是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的内心敞开 我最近就有一个 就是 主圣灵 因为我最近的祷告 都是 都是在 就是让主 给我更多的爱 和这个智慧 这样就是 去爱别人 然后 那个 有一天 我在祷告的时候 主就 告诉我 我有一个想法 有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非常 非常 就自然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非常 安静的一个想法 我平时都没有注意到 然后主就跟我说 你这个就不是爱 哎呦 我就当时 哎 觉得真的是啊 然后你就是说 你知道你哪个想法不对了 然后你就去改 非常愿意去改 我觉得这个 这个祷告 真的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当你愿意 就是说 不断地在你重生的道路上 前进一步 不断地改 改造自己的时候 那么主就会给你指引方向 就是说 告诉你 哪些事情 你是没有 就是是不对的 或者是没有体现出主的爱 然后呢 就是你得 就是说 你得知道哪些是不对的嘛 然后你才能 就是真正的做到 去改 还有今天这个 在看这篇文章 在做那个圣经 就是言语的 那个连接的时候 他这上的有一个 就说是这个 雅各书的第二章 第八节 他说什么呢 说要照着圣经所说的 爱人如己 这话呢 去完成 这至尊的法律 至尊的法律 那就是最高的法律 你就做对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是最 最这个 最忠诚的 最 最高贵的 法律 但是第九节 就说了 如果你们 凭外貌待人 但是他这个英语呢 是写的是 so theorism 就是说 你偏向谁啊 或者你对谁 就特别有好印象了 就是你如果 凭着这个 你对别人 就是 你就 特别喜欢一个人 就是 for some reason 就是你特别喜欢一个人 但这个中文翻译 是凭外貌待人 就是犯罪 律法 就要裁定你们 是犯法的 我可以看到 这个 这是真的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们经常 看哪个人 就觉得 好 这个人 我就更喜欢 这个人一点 就这样的 其实也是 一种 熟识的感觉了 所以他就说 凭外貌待人 然后呢 就是犯罪 律法 其实是真的 主的爱的 这个 刚才小姨也讲了 那个确实是 很高的 就是 就是凭我们自己 是做不到的 我一看到 这真惊 有时候经常的 就是说 和别人接触的时候 对这个人影响 就稍微好一点 算不好 反正就是 就是好像 这个 对 这个 按圣经来讲 就是犯罪 你会认识吗 立法餐厅 你们是犯法的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对不对 大家可以 很好 很好 谢谢 谢谢 我真的很惊讶 老高是很 非常高的标准 对 今天 这个 櫻木寺的 这篇点评 我一般翻译 一般想 天哪 这太高了 真是 天上的标准 实际上 对 刚才维国地形讲的 就是爱人爱己的 那个 但是后来 我记得 我很长时间 以前有一个 这个 我等于是 带我入基 耶稣的这个 有一个人 他就说 就是你看个 注意看这个 新约 后来就是 耶稣提的 就是要爱别人 就没有一个 爱人如己了 就是他实际上 他的标准 真的是很高的 有一件事 我给大家 上来 再说一下 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三 我们需要 往前提一天 下个礼拜二 晚上学习 因为下个礼拜三 我 礼拜四 早上一早 我要 离开 很早就要走 所以礼拜三晚上 就有很多事 所以 咱们 我给 一木师也商量 他也同意 放到礼拜二 晚上 好的 我会在礼拜一 再给大家 在群里面 再提醒一下 好的 那广兵 好的 没问题 下一个礼拜 那么 你要离开 多久呢 你走了以后 我们这边的学习 如何安排呢 这个 马林和李维 他们两个人 负责 这个 翻译 哦 翻译 主要翻译 某一木师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点评 因为 这个25篇文章 这个圣经如何说 这个 下个礼拜 再读一篇 然后只剩两篇文章 只剩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 读完以后呢 我读什么呢 就读那个 锐登堡书 每日一读 那篇 那本书 那小册子 就他们 这个 纪念 这个 绿登堡 赞成 多少年 多少周年 150周年 多少周年的时候 什么编的 编辑的 这个小册子 全部是从 绿登堡的这个 著作里面 挑出来的 它一共说52个 52个题目 每个礼拜 一个题目 每个礼拜里面 有七个 七个段落 也就是每天一读 我们呢 这个25篇文章 读完以后呢 就是 每一周 每个礼拜三 学那一个 一周的 就是那本书上 学一周的 就是那七个段落 在一个题目下 就七个段落 那个书已经翻译完了 只是需要看 这个一幕式的点评了 这个还是 按照原来这个 这个过程 还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回国 我回国三个月 我不知道在国内 因为我们没法 我没查 没法查我的email 因为我过去回国以后 我的email 我的yahoo啊 我的keymail啊 都没法查 没法查email的时候 我就很难 及时的和大家沟通 当然那个 微信应该没问题 我还不知道 你回国 广兵 广兵地区 你回国 你会到上海吗 我不到上海 我在西安 我在宝金 哦 OK 那个 广兵我也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跟李维 咱们在商量 就是跟 一幕式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笔记 就是每周的这个笔记 其实每一个题目 一些reflection 他自己的感想啊 什么这些的 但是呢 就是每周的学习 很多就是咱们朋友 就是觉得是讨论 像这个提出问题来讨论 尤其是应目式的各种解答 好像大家收获就是很大 还有彼此之间的交流 大家收获比较大 我在想如果就是说我们一个星期呢 学这个材料 材料呢 可以一次 比如说把两个 或者三个都学掉 然后呢 就另一个星期呢 就专门讨论 在这个星期 这个之前呢 一定要把问题及早的提出来 我们给应目师 因为我们这个学习的 应目师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大家也都知道了 也都有亲身体会了 所以如果就是说 把学习提前给 把问题提前给应目师呢 那么应目师呢 就会准备一些回答 然后我们在学习 在讨论 在分享的时候呢 就比较 可能就比较充分一点 因为应目师 每天在这里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不长的 如果呢 我们都用这个时间 来让他听 我们在念中文这些东西 实际上 我觉得也是有点 有点 我不知道广斌怎么想 是不是也是有点 没有充分利用的意思 我是只是这么先这么想 大家看看 我觉得是还是大家一起 来谈谈想法比较好 就是他那个学习的 那个 本身的那个东西呢 要按照他的每周的来学吧 每周一次的 他是很短的 就是他没有什么 基本上就是说 心点是没有 但是他总结的很好 所以 所以比如说 他这个第一个 他就讲的认识主 然后比如第二个 讲的神性世界观 都讲得非常好 对 我原来 我原来 在我们这个小圈里 我给你和李维讲的时候 我就想 我觉得这一个 每一周内容 好像有点太少 好像有点太短 对 但是我想 如果要是 比如说 把另一次呢 就专门来 用作讨论 因为他这个 确实讲得非常好 虽然没有信念 但是确实对我们 可以进一步的加深 我们的理解学习 然后有艺牧师的帮助呢 我们可以 更多的放到讨论上 我不知道大家 怎么想 但是很矛盾 我也同时 I enjoy the discussio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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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njoy the lecture very much as well 所以 就是 我都喜欢 就是 广斌讲的讲义 还有 E.M.O.S.的 回应 还有 互动 我 都很喜欢 都很enjoy 然后 讨论我也很enjoy 所以 关键是 这三部分 时间 怎么 把它 串得更加 更加 功效大一点 对的 对的 怎么这样更好的利用 这个艺牧师的时间 我觉得 对 怎么 更好的利用 对艺牧师的 这样的一个 这么宝贵的资源 对 大家可以 就是底下也可以 发表一些意见 那个 广斌 也很好 也很宝贵 所以 蛮矛盾的 就 怎么来 把这个 串得更 这个好像 我觉得 现在 现在的形式 我觉得 我觉得 挺好的呀 摩托程度上 它是这 关键是觉得 马林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 如果让每一周 就那一个题目的话 每一周 按照那一周的内容 虽然那是七天的内容 但是每一个 实际上 不多 总体内容 大概有 五分钟 十分钟 要 整个十分钟 就读完了 加上 易牧师的评论 大概也就 十分钟 其实如果能够 读那一个 那一周的东西 七段文章 七段那个讲述 加上易牧师的 短评 如果能读 二十分钟 那句 很好了 就害怕 二十分钟都 用不了 不是这个 时间的问题 我就是说 如果 就是我们能够 先看一下 读一下 然后思考一下 有问题 给易牧师提出来 然后下一周呢 易牧师可以解答 我们可以一块 share 我觉得这样 是不是对易牧师 来说也稍微容易一些 他不用 这个建议很好 每个星期都跟我们 就是说 那个要陪着我们 在我听着我们 在读中文 是的 到了我们讨论的时候 又是他该休息的时候 现在好像是这样的 对 这样吧 这一两天 马林 李维 我给 INT 联系一下 我们 我们几个人 在通过Zoom 开个会 好不好 可以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想听听 大家的意见 好啊 好啊 看大家意见 Good idea 开个会 你们四个人开个会 挺好的 嗯 因为现在知道重点在哪里 就是你 你反正有一个框架 知道重点在哪里 其实你们四个人开个会 挺好的 商量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想法 非常欢迎大家提出来 我提个小建议啊 实际上呢 就是 咱们这个群也罢 社会上单位也罢 实际上 关键是几个头的代理 比方说 大伙想更多的讨论问题 比方说啊 这个时候呢 就刚才 比方说广斌说的 那个 比方几个人 开个会 然后呢 几个头们 然后呢 比方说 根据这个时间的情况 上去就提出 就是提出来的 三五个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 讨论的过程中 可能呢 就是这个问题 罢就隐身开了 可能是这样啊 就是说 这个 带领呢 还是这个 就是 这个核心骨干和头 他们在带领 但是呢 因为他们水平也很高啊 比方说 读的这些东西 他们会一些问题 可能那个问题 比较深刻了 一般人大伙 可能都 暂时想象不到 然后呢 比方说 叶恩牧师在解答 解答完之后了 大伙的思路呢 就跟这个题目呢 就会展开了 可能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组织 引领 还是要 你们几个头吧 好吧 OK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还有 要说的吗 要不然我们今天 就到这儿吧 我看 玛丽 你的意思呢 好吧 好 我看 大家可能 就像 我刚才讲的 还是 还是我们这几个 还是要我们这几个 商量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 还是用比较 悲动的方式 比较好 好的好的 那咱们就这样 好不好 谢谢啊 晚安 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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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